一个月前去年12月2日 独立调查记者马特泰比在推特上发表一系列推文 公布了第一波所谓的推特文件 并表示这是基于推特内部消息人士 获得的数千份内部文件 这位内部人士已经被美国主流媒体 公认为推特的新老板马斯克 马斯克此前曾暗示要披露推特内部信息 以截使该公司与美国政府联系过密 之后一个多月 泰比每隔几天就披露一系列推特内部文件 并得到马斯克的转发 其中包括推特决定阻止 对纽约邮报披露亨特拜登事件报道的访问 推特如何决定封杀特朗普 推特信任与安全主管定期 与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官员会面 1月4日 泰比联发40条推特爆出新一波猛料 透露当时已与美国联邦调查局 美国国土安全局等部门建立合作关系的推特 在面对美国国务院的接触时 从服从到试图反抗 到最终妥协的变化过程 并在FBI的撮合下 逐渐成为美国政府多部门承包商 订单无数 这其中一个有关中国的爆料细节 引人注目 泰比特爆料称 在2020年特朗普执政期间 隶属美国国务院的全球参议中心 想要公布一份5500个推特账户的清单 声称这些账户将放大中国 对新冠的宣传和虚假信息 一开始GEC方面给推特发邮件表示 列出的5500个推特账户很可疑 而这个判断标准则多少有点草率 GEC告诉推特 这些账号关注了 两个或两个以上中国外交账号 且很多伪新注册用户 据报道 他们最终列出了一份 近25万人的名单 其中还包括加拿大官员和CNN的一个账户 对此 马斯克在1月4日回复泰比 推特时强调 白宫下属机构要求我们封杀 25万个英语账户 其中包括美国记者和加拿大的官员 对于这份最终名单 推特分析师方面表示不是很能理解 但最终 GEC还是拿到了这份推特名单 并将其透露给了多家媒体 间接炮制了 诸多社中国 俄罗斯伊朗等国虚假新闻 这种绕开推特 直接对接媒体的做法 令推特不爽 另一方面 已约FBI以及DHS建立合作关系的推特 对美国务院的突然插手 显然是抵触的 为此 推特前信任与安全委员会主席 鲁斯在一份内部邮件中写道 GEC无非就是想挤进我们和FBI等机构的对话之中 另一封未标注发建人的推特内部邮件 也表示要反对GEC参与这些论坛 推特资深律师卡迪尔试图向FBI抱怨 GEC的干预得到的回复则是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可以参与这些行业对话 不过FBI和DHS会掌管这些对话渠道 FBI特殊干员埃尔维斯陈还回线安慰 美国国务院 GEC CIA等其他机构 在对话中仅会以聆听模式出席 此后的推特疯狂接单 客户包括美国财政部 美国国家安全局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FBI以及DHS 订单几乎覆盖全美各地 泰比还在这一系列爆料的最后提到 因推特所承担的这种承担商压力过大 美国政府曾向其支付了 3145,323美元的酬劳 泰比还讽刺称 就推特为政府所做的工作而言 钱给少了